今天我們為了大局著想 你們沒有拿那麼可怕的 你們想拿愛得到裡面的可愛動物 來讓大家了解一下所謂愛得到的風味 目前大概全世界只剩下 全球場就有7加9小用這種傳統的方式 做所謂的手工發賣 等一下我們今天看到其中一款酒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所製作出來的 OK 接下來就是發酵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就是有糖分 有酵母 它就會產生酒精跟二氧化碳 從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葡萄 一顆葡萄你買回家 一串葡萄買回家 放在桌上 第一天 我看起來好好吃 上面有果粉 第三天有點軟軟的 放一個禮拜之後再拿起來吃 欸 怎麼酒味 對 因為葡萄裡面有葡萄糖 然後它裡面有天然的酵母 它就會產生酒精 所以在家裡釀酒很簡單 你把葡萄放兩個禮拜 如果你有勇氣吃的話 對 那個就是葡萄酒 但是前提是 你要不要先準備好胃藥 跟掛急診來準備 因為裡面有很多其他的雜菌 會產生出來 OK 所以 第一個動作 發酵 這個是在蘇格蘭一個傳統的 Glenosis